大家好 这是在香港为您直播的亚台商情 我是金贤 迈入到了2017年了 那么在经历了风气云用的2016年之后 环球金融市场始终是被各种不明老的因素影响着 而汇丰私人银行在最新投资展望当中 也是就预计2017年的投资形式仍然是充满挑战的 汇丰私人银行发布最新投资展望 指出2017年投资表现将主要受内部政策因素及结构性增长驱动 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将集中在美国和亚洲地区 并将带动全球GDP今年增长2.5% 随着特朗普的就任 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回暖 同时美联储也会维持稳健的财政政策 并预计分别在6月及年底加息两次 美国GDP增长更将在今年加快至2.3% 同时 汇丰认为环球贸易环境不明朗 而依赖出口程度偏低的中国 印度及印尼 将跑赢区内的其他市场 对于一些依赖出口的一些开放型的经济体 其实今年面对的风险就会上升 所以我们在亚洲区内就会集中 就是将我们投资组合股票的配置 在亚洲区内集中在中资股 印度及印尼 因为这三个国家 它相对依赖出口的比重 无论对比亚洲区的同财和对比OECD其他国家的比例 即是出口相对GDP的比重都是偏低的 股市方面 汇丰预计受惠于资金南下及部分蓝筹股被低估 今年恒生指数及国企指数分别将达到25000点及11000点 同时香港上市的中资股可高看一线 而内地A股的新经济板块 也将成为值得关注的投资焦点之一 在全球低增长 低收益的环境之下 汇丰私人银行也预计 2017年中国经济将主要靠内需来拉动 并且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 那台第一位是孙雪奇林家良 香港报道